兩件事就是民主努力歡迎 這就是一個現在應該有的態度 就是說因為很多政治上的廝殺 都是每個人都覺得說 所以我不可 但是你每一個都讓自己 變成一個好的選項 那就只有人民來選了 但是你如果非要不可的时候 那个厮杀是很惨烈的 有时候政治的行为会是很低劣的 如果是民意这样决定 那就是民意决定啊 看了太多政治人 每一个人就是为了做总统来做总统 那因为每一个人都想做总统 他的手段 他本来是一个 很多人看起来都是正常人 越来越不正常 那个人格都会被扭曲掉 那我要维持我自己是一个正常人 这个很重要 因为你一旦没有这种正常人的心态的时候 你很多的时候就过一计算 那你患得患失 你做的所有的事情 错的机会很大 我也算过做很长一段时间的决策 我的感受很深 我要是有一点点自己的想法 我做错决策的机遇很大 其实还好每次我都在最后的关头把自己夹拉回来 因为 好了 这也是很多人批评我 我说我企图性不够了 我没有使命感 但是这种态度反而是常常让我自己在最后的关头把自己拉出来 他连精英的一块都不如我 我的知识性比他高很多 而且我受的训练比较完整 因为我除了受法律训练以外 我还受经济责训练 这15年的谈判里面几乎所有的产业我都走了一边 你太小看我了 我说不可以比那个传统的政治人物好呢 我是她的 了 感谢观看